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長榮航空機場本部出入競竹的停渝 那我現在下班囉 下班之後我最喜歡做什麼事情呢 沒錯就是看飛機 我現在在的地點在桃園機場的航翔路 它是在桃園機場兩三跑道的附近 那為什麼今天用兩三跑道呢 因為今天吹的是天南風 所以在這邊可以享受到非常不錯 飛機降落石頭的震撼 那現在我們一起去看飛機吧 接下來這一架是長榮航空編號BR808 從澳門飛來台灣桃園機場的班機 它是A321200型的客機 其他特別是它是麗蓉的塗裝 哈囉 李正阿榮 這一架要降落的飛機就是長榮航空的飛機 它是BR282從速度 飛到桃園機場的航班 機型是A330300 空中巴西330300型的客機 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是我的小小的收藏 一開始呢我們先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這邊有看到四張證書 那是我參加過船榮集團 包含船榮航空 立榮航空 那底下的四種的機種的退役飛行 那首先呢我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一個 是我第一次參加的退役飛行 那在18呢 它過去就擅任離島交通 相當重要的角色 所以能參加到這一次的退役的飛行 我覺得就是相當的有意義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 去年的8月21號 我參加了我們747全客機的推移室 它是從香港然後飛回桃園 那機場還有空服員的廣播 也是相當感人啊 也是有在機場一度哽咽落淚這樣子 跟大家介紹的是321 它好可愛喔 它有一個很像海豚的鼻子 那也是大家喜歡的蛋黃哥彩繪機 那我會喜歡這一架 對我來說很有意義的事情是 我在擔任機瓶協調員RC的時候呢 它是我第一架出任務的 然後完成任務的飛機 所以它對我來說非常的有意義 那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 這是我自己畫的喔 因為那時候747退役之後 我一直很想念它 一直很希望它飛在 繼續飛在天空之中 所以我就去畫了這幅畫 然後還有帶它凝結尾 代表說它就是一直飛翔在天空之中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的收藏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你的收藏又是什麼呢 歡迎跟我們分享 也記得在粉絲頁按讚喔 掰掰